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哥 如今国内的疫情放开了 这些天我想了想啊 春节后我想出国走走 第一站我想到了就是去泰国 昨天呢我就在小程序里面操作 本来是想去签约这个先赶的 但是呢,看到页面提示说 疫情的原因啊,暂时不支持的 不知道是否要去窗口才能办理呢 目前我还不知道 如果到时候我签约成功的话 第一个我要去香港 那么今天我就去广州的领事馆 看看那边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 我每天都分享我在广州的所见所闻 想了解广州的朋友们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从朱江新城地铁站B出口出来 就能看到美国总领事馆 目前没有看到人排队 像晚常一样的话 早就一大早都是排长龙了 等着面签的 这是去往美国本土必须帮你签证的地方 自从全面解封之后呢 美国突然是在2022年的12月15号突然暂停的签证的 大家需要特别小心 不要相信一些所谓的环流党 所以现在可以帮你搞定签证 小心啊 上当受骗 想要是追回财产的话那是很难的 目前呢 大企业都是在裁员 建本征肖 大家收好自己的钱袋 往后的形势更加艰难 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对面呢 就是福利中心大厦 让我看到了一个让人心酸的一幕 三五个人松上贴了一张牌子 写的是福利环墙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本着吃瓜群众的心灵呢 我上墙就打听了一下 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里有两个保安都守看着 不要我们接近这些人 也不要我们多问 也不给我拍照 当时呢 我还是偷偷的拍了一些下来 看我问这问那的 这些安保员员啊 都警惕了起来 我也只能好离开 这是骗子 你的打工要有钱钱 买的房子要一钱钱 对 这个这个怎么办 他都早就熬了 他都搞他不定了 要法院能搞定他 现在他是老大 我靠你讲 谁都搞不了 政府都拿到没办法 你整个搞在地里面 清门吗 谁敢一清到都是独立 媒体都快跑了 媒体这两三年了 你想想什么办法没想过 对呀 什么东西没干过 媒体敢吗 国内国外媒体都报过 就是国 不单只是国内 欠他们又欠我们 哪里都欠 中国的美国 送他 是美国老太敢送他 估计政策 看样子只有美国老能把他反动 只有美国老太有办法示范 是美国老太能抓到他老板 中国的旅行 他就是在美国被抓到了吧 他在英国啊 美国人在英国抓了他 他在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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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打 被碎了一地 现在是晚上的七点钟 我们现在是在广州住间新城的花城会 赋一楼的美食街 通常很多人来这边无非就是三点原因 有美景 美食 和美人 花城会周边都是高楼 灵密的 一到饭点 这里就是吃货的聚集的美食天堂 虽然说疫情已经解放了啊 但是看到这里的沿流量和三年前相比的话 简直是不可同意而言 大部分员呢都是严严实实的戴口口罩的 花城会美食广场很大 不过呢价格也是蛮贵的 没有20以上的话 你是别想吃饱肚子啊 我几次侦查过了 9块9的有粉果之类的小吃啊 还有5块钱一包的菜包 但是呢 都是一些附加的菜品啊 最近这里又开了几家新店 看到新店都是传染七折的菜品 计算 如果说按照这个沿流来说的话 这些店家的话 生意真的是很难继承杀趣啊 我们前面这一家是阿通妹 香港米线啊 看到里面已经坐满人了 我们继续往前面走 其实呢 现在是临近这个年底了啊 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提前回家了 现在虽然说广州这边是疫情解放了之后一个多月嘛 但是这些商城啊 美食城啊 原流相对来说还是回复不到三年前了 估计这个原流啊 要等这个春节后啊 返工回来之后 这个原流才会慢慢增多 看到这里很多一些餐饮店啊 其实也没有真的是非常的少的 而且现在我们正是处于这个 呃 饭点的 麦斯继续往前面走 宝 如家妈妈 已经直营店吃10家了 公司直营门店有吃10家 年寿呢 是100万起啊 看起来这个门头还是不小的 但是呢 它是属于西餐厅的啊 这里这个饭点 现在是圆挺少的啊 旁边就是个老上海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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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